从电厂一路进入大潭藻礁区 现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的沙滩 以及风力发电扇 藻礁呢 默默地在海岸边 随着潮汐不时露出 其貌不扬 却不可思议 刚开始的确看起来 就跟一般的礁石没有什么不同 后来发现呢 刚刚讲说 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孔系之后呢 发现底下有很多的小生物在那边生存 这个是活的 那如果我们这样看呢 没有这个口袋 空空的 这个是死掉的 藻礁十年才长一公分 这样的生物特性 使得它的胶体有许多孔隙 生物得以躲藏 生长 是生态的育婴房 而桃源藻礁现在还在持续生长 紫红色的可状珊瑚藻 它覆盖了百分之四五十的面积 那已经有那种蛮壮观的感觉了 桃源的藻礁呢 是全台湾面积最大 而且生态最丰富的藻礁 有十九种是世界新种的藻类 不过它们的生存环境呢 却因为第三天然气接受站的存在 而面临改变 说到壮阔大潭电厂一点也不逊色 长长一条临时站桥 看似朝海里无限延伸 而它的钢桩就打在藻礁上 7600年的藻礁没有这么脆弱 但也没有这么强韧 这件事情 蔡英文政府早就知道 才会将原本的三接方案再外推 推到离岸边1.2公里的地方 这1.2公里的地方接进来 当然要用站桥把它接进来 那这样就让朝间带的这个 这个藻礁区呢 全部都保留起来了 政府一再强调 目前的第三天然气接受站 外推方案仅开发二三公顷 是藻礁与供电的最大平衡 这样的说法说服了过去 反对三接的环保团体 目前以这样的水工模拟的分析来讲话 其实并不会太严重 也就是说既有的那个G1 G2 然后这两个最重要的 早晓生态最丰富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其实在谈所谓的 淤积的情形来讲 都不会比现在来得更为严重 一个水工模拟就是说 现在流速会比以前快更好 你这什么逻辑啊 怎么会是速度快就代表好呢 我认为你让它自然的 该快就快 不该快也不要快 它自然的它就会长得很好 昔日的战友 包括地球公民基金会 绿色和平基金会 甚至是前环保署副署长张顺贵 如今都站在队里面 让潘中正万般无奈 台湾固然有能源转型的需求 但连环团都不顾环境 谁来让藻礁永存 他们一直也去相信过去的 经济部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也很想要问说 如果今天不是民进党 那你们会不会这个样子啊 护藻礁不代表反对三接 正反双方都认同 台湾有天然气接收站的需求 只是藻礁没有替代方案 三接有 而台北港就是他们的首选 那其实N7到N9没有要有 没有要有 所以N7到N9可不可以成为一个 现有的替代方案 就有可能性了 对不对 张运营指出台北港N7到N9码头 新建至今尚未使用 就代表没有这么高的运用需求 使用既有码头不用还平 工程预估只要5.5年 N7到N9他们是属于在港头 也就是说他们如果在那边操作的话 那我后面那些码头想要有船去卸收的时候 他们其实会没有办法经过这些 就是当天然气船在茅伯的时候 它的左右两旋各150公尺 不要有船开过去 那我茅伯在这边 这边直径900公尺 船可不可以进出 当然可以 台湾的供电稳定不能等 但谁也没有把握 三界建吻对藻礁毫无影响 生态 供电 减碳该如何权衡 这题难有满分答案 黄明新闻 杨格黄运晨 台北 桃园报道 公民投票决定政策方向 反莱猪尽头 公投绑大选 重启核四 珍爱藻礁 台湾的下一步 人民如何抉择 12月18日晚间10点请锁定 有评有据看台湾 决战四大公投特别简单